实弹操演模拟敌军来犯 陆近二防空飞弹紧急升空追秒目标 把弹发射 还有刺针飞弹精准打击 国军集中在八九月 强化各作战区的实弹射击 传出未来实弹操演将不局限于单一的操演时段 因为以往的状况是比较勤俭建军的 把这些精准弹药它就比较少射击 那现在随着观念的改变 还有就是部队实战化训练需求 所以才会说把这些精准弹药的射击频率提高 意思就是过去即发射击演练 就要训练出神射手的状况将不会再发生 演练内容同样迎来大幅度调整 而新制射击训练将于四月起首度亮相 地点就选在屏东九棚基地 由二一炮纸部试射陆射舰二防空飞弹 另外包含雷霆火箭系统 低日火以及响尾蛇飞弹 同样都是重点操演项目 不只前线官兵得接受精实磨练 后勤指挥单位同样被列为训练标的 那这一次在计划的调整方面 部队虽然是可能移动到 比如九棚去进行射击 但是在射击过程中的这个指挥管制 其实是由原本的作战区的 作战的指挥中心 编组人员去进行这个指挥管制 不必再担心子弹不够 国军提升战力 飞弹射击训练 未来不只打得多还要打得好 金星王旗阳秋布定采访不到 拜拜